今天是11號了是嗎? 是11號吧? 11號! 尊敬的戰友們好多! 11號了! 哎呀我的媽呀 11月11號是世界大變啊 是昨天 昨天晚上啊 我到今天早上快6點了才睡 結果一下子睡到了快10點了 攝像哥在幫我叫醒 讓他趕快吃點東西 一會兒去Deposition Deposition 今天要和那個 可能要跟那個 Tras D Luke要見面 Deposition去 而且是會兒塞車 所以早點走 沒時間 這才幾分鐘時間了 昨天晚上啊 我特別我覺得 我覺得跟印尼的 咱們這些戰友們 昨天好好的聊了聊 就是 習太陽要去那裡啊 然後呢 這個印尼當地的各種事法都有 特別是安排 習太陽要到訪的人 都在問 他說他飛機安全嗎 是吧 大家看到美國有官員 對普京出席 G20 公開的說 說普京如果參加G20的話 他可能成為一個合法的攻擊目標 什麼意思啊 因為普京啊 發動了烏克蘭戰爭 殺了那麼多人 他就可能成為合法的攻擊目標 那這個 關於新疆香港事件 然後呢 這個 特別又去中東沙特 習太陽的這個飛機啊 我真擔心安全的問題 安全嗎 能安全嗎 他得活得好好的啊 他不會好好的 中國這個滅共事件 咱完成不了 擔心啊 是吧 然後呢 從這一系列的事情看出來 就是整個已經人為道 當地的華人企業 所有所謂的國有企業 都在大力準備啊 歡迎歡迎歡迎 要開始吧 在中東啊 整個沙特中東國家 都在求著啊 徐主席啊 能不能到我這兒來 停一停啊 哪怕停上兩小時啊 塞個哈囉 走個紅地毯都行 所以說你看 然後昨天晚上到現在 大家發現了嗎 美元 對歐元 對日元 暴跌 誰說的 契哥說的啊 中期選舉完 美元對全世界的貨幣暴跌 美元那種強勢是不可能的 但美元那一波強勢 就這個中期選舉 給美元帶來的信用 和國家和夥伴之間的傷害 是沒辦法信用的 太可怕了 此起彼此啊 對美國的美元金融制度真的不好 真的是不好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啊 數字貨幣成了世界上 唯一一個讓 無論是西方和東方 最最啊 相信和期待的貨幣 不管是昨天前天上樓跌多少 我說了 那九千多個數字貨幣 在未來的幾年 幾乎剩下不會超過五家 都得完蛋 它是必然的一個墓碑科技 這叫墓碑金融 任何一個金融的系統和貨幣誕生的時候 一大堆的貨幣必須倒下 一個強勢的貨幣誕生 幾乎全球的貨幣都會有倒下 或者價格距跌的變化的風險 數字貨幣一個這麼新 對人類影響前所未有這麼大的 一個新的人類管理秩序的 這麼一個工具 改變記帳方式 這是太大的 是我們生活中 一切的就倆核心 安全和防 第二 金融方式 也就是分配財富方式 這一半改變了 那些九千多個貨幣都是扯淡的 又不KYC 又沒有實際毛巾價值 又沒有真正的專業管理團隊 技術上是在最發展期開始的 那還沒有成熟 怎麼可能啊 是吧 都得幹掉 只有一個有中心化的 沒有參與過所謂的 暗網和犯罪 違規 沒有在最初的 所謂的像LUNA這些 像FTX 就埋下了一堆地雷 完全是法律無誤的 甚至是涉嫌洗錢的 必然倒下 美元和全世界的貨幣的這個 起下 是人類上很少有的 英鎊跌了最低的程度 但這個代價 是巨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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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受益者就是新中國聯邦 那麼中共國這兩天 所謂的這個 所謂的感染人數增多 一萬多個 這是給它隔離清零 極端政策 找藉口 扯淡的 什麼全中國一萬多 一天 一百萬都不止 這都是過去 是大家都懂的 西方 美國一天幾萬幾十萬 一百萬 照樣存在 跟這個沒關係 讓你心服口服 面對極端 隔離清零 最後給你放開 高興幾天幹幹活 是吧 再給你關上 又來了 這就叫拉風聲 把你像老鼠一樣 再拉風仙 拉風河 就把你鴿子裡邊 拉過來 你爽了 推過去你爽了 你還是在風仙鴿子裡邊呢 這就是叫管理社會 商鴦戰略的現代法 你不要有任何僥倖心力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香港 整個香港啊 想跑的 想運出來的 包括整個香港現在的外資 外國人 真是 完全是 香港政府 預料不到 往外再跑 對香港 對中共國的未來 沒有信息 不僅是 美國 歐洲的 在中共國的廠家 採用 ABC政策 Out Anywhere be out to tina 不管任何辦法 我先出去 離開中國 現在是不管任何辦法 離開中國和香港 包括東南亞人的 很可怕的 就連東南亞國家 在中共國的 在香港都往來跑 像很多印度人 在香港都往來跑 不但如此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 短短的 大概就過去 一星期的時間 俄羅斯的戰事的一個 整個周轉 整個周轉 俄羅斯和中共的關係 現在到了非常敏感的程度 普京身體肯定完了 後普京的時代 你看有沒有俄羅斯 都很難說 但有一樣是百分之百 不會是親共的俄羅斯 所以說你看看 這次雅加達會議 中共 會一片大好消息 和這個領導人見了 簽了什麼合作了 和澳大利亞 什麼解除 什麼有可能要解除 什麼什麼什麼 制裁了 雙方達成協議了 現在習太陽在國際上 用手揮起來了 又是成功的 像二十大的會議一樣 一個成功的歷史性的會議 又成功了 又成功了 全世界人民還是需要 吸太陽的藥方的 是吧 一定是這樣 這就是給打台灣 和把所有的中國社會 變成集權 這是它最重要的手段 一切一切都是為了這個 其他都是瞎扯的 瞎扯的 所以說 兄弟姐妹們 中國到了一個 真的一個 最危險的時刻 同樣新中國聯邦 但是一個 最有希望的時刻 這也是毋容置疑的 毋容置疑 我穿一雙別踢你了 所以說今天的紐約很美麗 我特喜歡這種 霧蒙蒙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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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就開庭 開完庭以後 晚上 彎上 咱有時間 再給大家發視頻吧 今天就錄到這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